常常会看杂志 好像各位都教育人 有时候常会看一些教育的杂志 或者是网路上的一些评论 以前我会常常去书局 以前我常常会去书局 那时候就没有买杂志 我就直接去翻杂志 翻杂志就会看一些人家的评论重点 有时候我就会摘要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一般人就是看完就看完 所以我知道说Google上面对K12的教育趋势 它找出了八项重点 那一般人也就是做到此为止 我把重点都摘录出来 那但是我就会不一样 我就会想说针对比如说 那个生活技能跟劳动力的准备 这个是未来教育的重点对不对 好那针对生活技能跟劳动力准备 在我的领域我要如何去因应 我就会把这个因应 我就一定会多这一个项目 然后我就会想 想说我能够管理到的 我能够作用的部分是哪些 我就会开始去想这些事情 比如说未来的生活 你的生活技能跟劳动力准备是很重要的 所以以后教育会往这个方向去前进 那所以在我管辖的领域 技职教育它应该是要向下延伸 所以我们要向那些创客的东西 就可以开始往国中小去做一些试探 然后其实你的主管单位 我是教育主管单位 在教育处协助服务 那辅导员 然后或者是老师 你真的你要教学生的能力 你要教学生的东西 就不会是课本上面的知识 我不晓得各位老师 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反省 现在的知识要取得 其实非常容易 你到Google上面 随便Google关键字 就可以获得所有的知识 然后甚至详细到你上课都不用讲 学生一看了就会 那面对这样的时代 那你教出来的学生 可以应付20 未来出社会20年以后的技能吗 不行对不对 所以其实你要教的应该是20年 他出社会都能用的技能 那什么叫出社会20年都能用的技能 各位你有没有 在教学的过程中 有没有把我们这些教学学习的方法 教给他 后设的方法 有没有教给他 刚刚那个jembo里面 后设的方法 你有没有教给他 你看待任何事情的时候 有没有去想象 我自己本身的关联 跟我未来要怎么去应用 对不对 这些才是真正能够 对他20年有帮助 未来20年长什么样 我们不知道 但是你可以给他一个快速自学的方法 所以你一定要教他心智图 所以他不需要学科科领先 但是一定要有一技之长 未来是一个合作的社会 所以你看当我有这样能力之后 我未来去看任何的事情 我都会去想这个东西 我都会去想我的能力范围 我的业务范围 我要做什么 这才会是重点 这才会是重点 像我也整理 因为我常会看很多文章 所以我会整理很多关键能力 然后各个单位提出的一些关键能力 事息 然后Gardener的那个多元智慧 还有提供给教育的建议 台湾教育白皮书 什么 然后K12愿景 然后我就会整合出我们自己花莲县的愿景 各位下面这三个是我们科技领域常常在讲的3C 4C能力 5C能力 但是他们都没有讲到什么 快速自学的学习力 这个才是真正对教育有用 各领域都用得到的 所以这是列为我的个人的重要的重点 然后云端 云端使用的能力 程式力 这未来远距时代 一定要具备能力 创造力 逻辑力 合作力 所以 当你有了这个愿景之后 你未来 接触到任何事情 你就开始会去想说 那我今天知道这些事情 我在这方面 可以提炼出哪些重点 是我可以做的 我在这个重点 提炼出哪些重点 是我可以做的 这才是更重要的能力 对不对 好 那这个部分就是跟各位做分享 不好意思啊 好 那接下来 已经46分了 太多要讲的东西 好 那所以 我想这个部分 Jumbo 这个部分的Jumbo 我就不继续练习了 因为这跟刚刚上一个练习是 是一样的东西 好 我想我把后面的大概稍微带一下 我就不再继续做练习 好 所以自主学习力的练习 其实就是你成为教学霸 霸成为行政霸 成为学习霸的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那 重点就是你要去探索自我的连结 然后还有创造未来的一个素养的 创造未来的应用的能力 然后所以这里我给各位五个步骤了 脑袋里面要习惯监控这一件事 那你有了监控的内容之后 你常常要利用这个监控的内容去 去想你所接触到的任何事 那你常常自律 我一定要记得这件事 要去想这件事 要自主做这一件事 你能够自律自主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跳脱自我的想法 然后前面这些东西都会变成你的智慧 然后最后你就 你有了自己的想法之后 有了自己的智慧 你其实就会 真的会开悟觉醒